最近有位网友去商场买电风扇 只见导购人员指着一款有双层叶片的风扇说 客观请上眼 这款电扇有双层叶片 所以有双倍锋利 吹出的气流节面积比普通电扇更大 可使您全身冰爽 价格只是稍贵了一丢丢 网友说家里有空调 只想买个循环扇 导购呵呵一笑又指着这款电扇说 客观请上眼 这款电扇有双层叶片 所以有双倍锋利 不仅送风距离更远 还比普通电扇静音省电 不买岂不亏乎 这让网友感到纳闷 一个风扇只是增大了内圈的叶片面积 就能用更小的功率 把更多空气推动到更远的距离 这不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吗 那么这种风扇实际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 就需要首先了解普通电扇的气流是如何运动的 为此我们借助Fluent软件来观察风扇叶片后的流场 发现空气不仅被叶片向后推动 还具有叶片切线方向的速度 变成了螺旋形的滑流 而观察这股滑流的纵切面 发现滑流速度较大的黄色区域主要集中在叶间附近 越靠近叶根流速越小而呈现蓝色 使叶盘内外圈形成了高低速嵌套的态势 而且空气穿过叶盘时流道成收敛扩张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状呢 当空气从静止状态向叶盘进气一面的低压区运动时 会不断受到压叉推动而加速 由于空气流动是质量连续的 导致加速的空气流道节面积减小 到达叶片吹风面的高压区时 空气在前进方向上又获得压叉继续加速 使流道依然保持收敛形状 当空气运动到叶盘后大约四分之一直径的距离时 滑流由于和周围空气掺混撞击受到阻制 达到最大速度 而后转变为湍流不断减速 使流道又变成扩张形 因此空气穿过电扇叶片时 流道侯部会出现在吹风面后方的一定距离 既然如此 我们用一个更小号的电扇吹风 则空气流道同样呈现收敛扩张形 只是叶盘由于直径更小 使流道侯部距离更近而已 在多年前有一家叫巴木达的公司 就注意到这一现象 他们给普通电扇叶盘内圈的低速区 换上了闲长更大的叶片 相当于双层叶片被同一根轴驱动 这样两层叶盘都会各自推动空气 形成嵌套的收敛扩张流道 但是内圈流道的喉部更加靠前 在外圈流道继续收敛时 内圈气流已经开始发散 于是这两圈嵌套的气流 因冲撞掺混而急剧减速 使流道截面积快速扩张 变成了一股前进速度衰减较快 但截面尺寸较大的湍流 这股湍流吹在人身上 不仅覆盖面积较大 而且力度均匀柔和 据说和高尔夫球场上吹的风有一拼 而这家公司又想到 日本人曾全民打高尔夫球 于是将此风命名为国领风 同时将此风扇命名为Green Fan 可见这种电扇 由于气流速度衰减过快 在相同距离上 风速低于相同尺寸和功率的普通风扇 因此所谓耗电更省 但吹风面积更大 且送风更远 其实是无稽之谈 其特点不过是通过气流的内部撞击 来制造尺度更大 但速度更慢的湍流 使人的体感舒适一些而已 由于专利限制 Green Fan的仿制品 会采用不同的内外圈叶片数量 但效果其实大同小异 如果有人想在闷热的宿舍里 用这种电扇推动空气 在门窗之间流动 以带走热量 我劝你还是打消面头 因为气流动能在内部被大量消耗 不能有效带动室内的静止空气流动 并且正版电扇的价钱 也足够你给宿舍里蹲上一个空调柜机 因此只要打开宿舍门 并将普通风扇放在窗口1.5米处向外吹风 就可通过风扇锥形扩张流道的较大流速 引射周围的空气向窗口运动 使屋里出现穿堂风 这不仅能有效带走室内热量 而且从门口刮进来的风就是自然风 这要比所谓的国领风更加国领 请不吝点赞订阅